松山机场国内线远航的班机 一律显示取消 远航13号停飞 目前已受理3万多笔推票登记 而500名滞留在海外的旅客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已在15号都输用完成了 虽然我们已有成立了 消费者信托基金的专户 政府也会确保 这些赔偿能够落实 可是远航不能够两手一摊 放着这些已经卖出去的票 现在只是登记 而没有马上进行赔偿 针对退票 林佳龙承诺会监督赔偿事宜 而春节书运方面 也将协调其他航空公司 增派离岛班机 以及寻求军方协助 并表示远航无预警停飞的事实 不会在短期改变 董事长兼总经理 实质又是财务长 那可以心情不好 关机 就让整个公司 运转失控 远航是停飞中 这个事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 林佳龙也批评远航不能一厢情愿 一下说停飞 一下说是乌龙 否则怎么面对上千名员工 而远航董事长张刚为 旗下还有多家企业 劳动部职安署从本周起 预警性入场访查 化城开发 化府娱乐事业等公司 以及旅行社建设公司 和将在年底卸业的化设商旅 以了解财务和最近两个月工资发放 解雇等情形 原始新闻总和报道